2024年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法中文化交流友谊促进会定于2024年4月6日,在欧洲卫视巴黎人文交流中心举办喜迎中法建交60周年,即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法中文化交流友谊促进会成立仪式。 特别推出两场中国文化主题讲座,分别是梁彦老师带来的阴阳与形象管理讲座,非凡老师带来的主题讲座,声音与艺术。 法国欧洲卫视总裁陈世明,欧洲时报社长钟成,法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一彩作为重要嘉宾共同出席此次活动。 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文化盛会。 法中文化交流友谊促进会,名誉主席梁石女士首先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们协会的宗旨是无法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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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将艺术与两国文化进行推广。 藉此让我们在短暂人生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自己的卓越,也发现他人的不凡。 我们将在协会当中不断的推出活动,让我们两国人民相互了解,要让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欣赏。 那我们还会推出很多的免费课程,比如说像AO的使用,AI的使用,生命的艺术,还有我们形象设计,化妆,造型等,很多很多的活动去奉献给大家。 那当然了,喜客和敬意。 来自美国的梁叶老师首先开讲,他从阴阳与个人形象管理的融合,认识个人的阴与阳,认识衣服的阴与阳,与应用三个方面论述了阴阳与形象管理的关系,并和现场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和问答。 我们在运用这个阴阳哲学来进行服装搭配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实用的小窍门分享给大家? 有啊,首先就是你要去发现自己的这种阴阳的特征属性,那比方说你看你和我,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两个人穿着,你的明显就比较偏阴柔,很柔美,那我呢相对呢就会更加的阳刚一些。 那同时呢,您的这个皮肤,然后包括你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年轻的状态,然后也是比较偏阴柔,那我呢相对在这个年龄阶段呢比较这个偏成熟,所以比较偏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就是要先首先去回到自己,去看见自己自身的属性和本性,然后由着自身的属性和本性,然后又能够符合社会规范,然后达到阴阳的和谐和平衡。 接着,飞凡老师的声音艺术主题讲座开始,他讲到声音的色彩变化是有密码的,不同的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 飞凡老师通过现场教学,让听众通过身体力量和气息,发出几十种不同的声音,提高声音的感染力。 他同时讲述如何避免枯燥无畏,缺乏情感的语言表达,如何让听到朗诵的人动情动心。 他用余光中先生的一首《相仇》为例,与听众互动,让听众现场体会到通过朗诵呈现画面感和代入感。 多位听众上台演示朗诵,请飞凡老师指点和指导。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会非常想知道,那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声音情感艺术控制来改善自己的语音这种意识呢? 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平时说话呢都是比较随心,比较随便,但是呈现艺术的声音,我们就要保持一个时刻,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准备。 那比如说,我们在跟他人讲话的时候,尽可能的,就首先呢可以压低我们的声音,因为低音区呢是人和人之间能够最容易产生共鸣的一个腔体。 所以我们的胸腔啊腹腔啊,可以通过气息的一个这个运动啊,产生非常好听的一个声音色彩出来。 那这个呢就要日常的要去注意才可以啊。 经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上的一种这种叫做控制啊,时刻提醒自己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可以越来越好。 最后的抽奖将活动推向高潮,有幸运者抽到了六月底至七月底,去中国新疆房车两人十五日游的幸运大奖。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呢吗? 当然 二小ired